很迷,特别迷,贼迷,不具挑战,也不具定义 能够听到每个人对待这首歌有不同的理解 哈喽,腾讯视频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蔡雪坤 坤给大家介绍了今天的造型 今天因为是Prada的晚宴嘛 所以还是选择了一套比较经典的黑色的西装 一身Prada黑色西服套装,高级沉稳 搭配吉他耳链,打破沉闷 镜头前面的坤就是贵公子,没错了 作为Prada品牌代言人 坤觉得自己跟Prada契合的点是 我们都是不具挑战,也不具定义 也愿意不断地去尝试新鲜的东西,新鲜的创意 所以是不太设限的 我拍照的小习惯就是一般情况下我会自己来放音乐 对,因为如果能够听到自己比较喜欢的音乐的话 其实就会在拍照的过程中比较舒服 经常用的POSE POSE吗 取决于拍什么样的风格吧 对 基本上我觉得没有POSE就是最好的POSE 坤这么帅,确实不需要POSE 只站在那里就是养眼的存在 坤最近发布了新专辑《迷》,如果用三个词来形容 形容一下迷吗,很迷,特别迷,贼迷 作为一位歌手,坤希望 我是希望歌曲能够留下来,也希望大家在听到歌曲的时候能够有不一样的感受吧 不仅仅是听完了一首歌,更多的是你可能会有一些画面感 读懂其中的一些想要传递的故事给到大家 或者一些想法思考 坤去KTV唱的最多的一首歌是什么 比较少,但如果去的话一定要唱《情人》 但现在要加一首V 如果用颜色来分别形容迷、默片 《迷》这首歌的颜色会稍微多一点 可能某一种颜色不能够完全地去形容它 而且我觉得《迷》这首歌每一个人能够听到的和想到的色彩是不一样的 这也是为什么专辑的概念叫做《迷》 我觉得可以留给大家去有自己的想法和理解 I can't resist 《默片》我对它的定义是偏黑白的 这首歌其实一开始的创意也是一个穿越百年的一个这样的我想象中的一段这样的爱恋 那它更像是一个跨过了世纪的 你听到的不管是一张老唱片也好 一个老的《默片》的一个这样的电影的感觉 它更像是一个黑白的质感 听了坤对新专辑歌曲的理解 A先生也对这两首歌有了更多的感触跟想法 为了筹备新专辑 坤很用心 就我的作息一直都不是特别的稳定 要怎么做还是直接从 拍一个直接从那边起的是一样 因为专辑的话其实来来回回要修改 要定的东西会比较多 我们现在已经试了将近有15遍 15遍的样子 所以这段时间会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稳定一点 你的用心没有白费 你已经将最好的作品呈现给大家了 最开心的当然是大家喜欢它 我会很希望能够听到每一个人对待这首歌 有不同的理解 或者这首歌能够带给他们什么样的感受 什么样的想法 这个也是我很想传递的东西